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纠缠小永强 谢半歇尔对他进行了催眠 让小永强来指引出亡灵的位置 没想到这个亡灵有点猛 暗中出手抓伤了谢半歇尔 点子扎手 硬杠的话貌似打不过 谢半歇尔决定封存小永强的记忆 消除他星体投射的能力 让亡灵无机可乘 但是还没来得及封存记忆 被催眠的小永强却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让我带你们去 序幕结束 正片开始 上一部潜伏结尾时 卧心长胆在永强身边潜伏了三十年的亡魂 终于得偿所愿 得到了永强的身体 还借永强之手掐死了灵媒谢半歇尔 看来果然是应了那句话 狗才是王道 苦心鬼天不负 有志鬼似境成啊 掐死了谢半歇尔之后 被附体的永强并没有对其他人痛下杀手 而是装作没事儿一样 出现在英子身旁安慰他 虽然英子看过了谢半歇尔拍下的照片 但是却不愿相信面前这个熟悉的男人已经被亡灵附体了 由于没有人目睹永强掐死谢半歇尔 警察又不相信鬼神之说 所以灵媒之死成了一桩悬案 作为凶案现场的房子也被警察封禁了 永强一家只好搬到了母亲的老宅居住 搬到老宅后 英子每天过得更加提心吊胆 房子在半夜里还是会无故的响起钢琴声 这一天一大早 儿子小强告诉英子 他昨天晚上发现老爹不知道在对谁喊 你必须离开这里 让谁离开呀 跟谁说话呢 这让英子开始怀疑永强的身份了 但是他并没有轻与妄动 谢半歇尔都被捏死了 他一个落女子又有什么办法 对付过吧 还能理咋的呀 永强这边是人是鬼没弄清楚 独处在家的英子又遭遇了一个白衣女鬼在那瞎逛 英子还想跟他掰扯掰扯 反手就被一巴掌拍晕了 另一边 谢半歇尔这两个高徒来到半歇尔家手势东西 无意间发现了当年半歇尔被小永强驱鬼的录像带 他们对小永强最后的举动产生了好奇 很快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恰好此时永强的老妈来找他们俩寻求帮助 两人给他看了当年的驱魔录像带 画面中小永强的身后站着的是成年永强吗 这是咋回事啊 事情越加扑朽迷离 然而谢半歇尔已死 指望两个徒弟查明这一向是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大的法力 他们决定去找谢半歇尔当年的助手 林梅玉田子 俗话说得好 树叶有专攻 玉田子是高通亡灵专精 对驱魔的事搞不明白 不过他可以施展问米大法 也就是联系到已经去了阴间的谢半歇尔 寻求他的帮助 只见玉田子摆开阵势 这就开始做法 他掏出几个刻着字母的骰子 询问谢半歇尔何在 然后将骰子撒在了桌面上 字母拼出单词 来了老弟 玉田子开始发问 谁把你弄死的疼不疼 他把我弄死的疼 他想干啥 整死在座的各位 而当玉田子问他藏在哪里时 谢半歇尔却说出了一个医院的名字 这个医院正是永强老妈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已经废弃已久了 四人跟随谢半歇尔的指引来到医院 经过重症监护室时 永强老妈回忆起一件诡异的事情 当时这里住着一个叫派克的病人 此人据说是练了某种魔功 试图阉割自己 结果就被送到了医院 那时候小永强跟随妈妈来到医院里玩 突然被派克给抓了一下 几天之后 永强老妈又在电梯间里遇到了派克 但诡异的是 同事却告诉他 派克在昨天早上已经跳楼自尽了 那老妈在电梯里遇到的是谁呀 画面一转 永强已经回到了家中 他的牙齿开始脱落 身体正在加速老化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暗中告诉他 你死去的亡魂正在寝食活体 只有杀人才能阻止身体老化 但永强竟然回绝了他 我做不到目前 没过多久 殷子醒了过来 夫妻二人再次听到了钢琴声 那正是殷子之前写给永强的曲子 刘盈的确爱永强 并确定要为他生下一个足球队 殷子坐下富塔那边曲子 询问永强 这是什么曲儿啊 永强却告诉他 没听过 另一边 玉天子四人通过医院的档案 找到了派克的住址 几人来到派克家中 废弃的房子里 充满了腐朽的味道 派克的房间 全是女性化的装饰 玉天子拿出骰子 想要再次联系谢半仙 但是却失败了 骰子组成了拉丁文中的死亡二字 与此同时 玉天子头顶的吊灯瞬间脱落 好在他平时都有健身 这才躲过一劫 玉天子询问 何方妖孽在此夺乱 骰子自动排成死亡之母 那正是派克的母亲 几人根据指引发现了房间的夹层 里面藏着15具女人的尸体 玉天子根据现场情况 还原了之前的景象 派克穿着黑色婚纱 孽杀了15人 缠着永强的不是别人 正是派克 派克被他的变态妈妈扭曲了性别 并且强迫他杀人 派克练过魔功 当年在医院已经认出了 永强身上的特殊能力 所以才会自杀变成亡灵 他想要附体小永强 再重新活一次 现在已经确定了永强的身体 被派克抢占了 玉天子赶紧带着麻醉人 来到永强家 想要制服他 为他驱鬼 两个徒弟负责坚硬玉天 没想到在实施过程中 被永强先下手为强了 玉天子老胳膊老腿的 哪是永强的对手 一下就被打击了抑郁 他在这里见到了永强真正的灵魂 原来是他一直在弹钢琴 想要引起英姿的注意 大家也注意一下 从这时候开始 片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 一个是现实世界 一个是抑郁世界 故事分两条线 在同时进行 同学们应该明白吧 不明白的举手 在抑郁世界里 为了重返人间 玉天子和永强 决定去找谢万欣帮忙 两人来到了第一部中 那个最开始闹鬼的房子 永强在这里 看到了之前的自己和老婆 也就是第一部中 亡灵想要加害永强女儿的时候 那个敲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永强自己 可是永强却看不到 灵魂状态的自己 所以才看不到有人敲门 这个设定就比较有意思了 灵魂状态下 竟然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有点像星际穿越的感觉吧 就在永强和亡灵搏斗的时候 谢半仙儿突然出现 驱散了亡灵 谢半仙儿告诉永强 想要解决的派克 只需要清除他的记忆 而他的记忆 就存储在抑郁的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失去记忆前的 小永强知道在哪里 于是三人穿越时节 来到了谢半仙儿 给小永强驱鬼的时候 也正因如此 驱鬼录像带中 才会出现成年永强 与小永强同屏的画面 永强询问小永强 他们应该去往哪里 小永强这才说出了那句 让我带你们去 三人根据指引来到派克的家中 派克的童年呈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那个白衣女鬼 正是派克的变态老妈 派克他妈对派克的老爸怀恨在心 极其讨厌男人 他想让派克变成女孩 于是强迫派克变成了女装大佬 还经常虐待派克 派克所有的记忆 全都储存在他妈身上 忽然派克老妈 好像发现了三人 一声怒吼 喝退了他们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里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英子回到家时 永强已经不再隐藏了 想要赶尽杀绝 他急忙带着儿子 躲进了地下室里 小强决定用他爸 当年就他的方法 灵魂出窍 去把永强真正的灵魂接回来 小强也是旧父亲切 连催眠的过程都给省了 自己躺那儿就开始发功 画面一转 再次来到抑郁 此时的永强来到了 放有15具尸体的房间 既然已经是灵魂状态了 永强也不怕什么鬼不鬼的呢 大家都是鬼 谁怕谁呀 挨个揭开看 还真找到了派克他妈 但同样是鬼 派克他妈明显就更厉害 差点掐死永强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里 永强已经破开大门 闯入地下室 准备痛下杀手 好在抑郁之中 谢半仙及时赶到 三下五除二 砸死了派克他妈 派克的记忆被消除 他的灵魂也就魂飞魄散了 这个同学问得好 为啥派克妈妈被打败了 派克就烟消云散了呢 这里面有什么科学解释吗 那谁知道我 问问自然去 解决了最终的boss 故事迎来的大结局 谢半仙告诉玉天子 其实你还没有死透 趁热赶紧返回人间吧 没想到永强和玉天子 往回走的时候 被胡搅蛮茬的亡灵们 包围住了 该说不说啊 这些常年在 抑郁待着的鬼鬼们 你们能不能散良点 那把别人留在这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不吃你家大米啊 不住你家房子啊 反正永强和玉天子都想好了 谁把他们留在这 就赖在他家不走了 爱咋咋地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恶心死你 突然小强出现了 带着恶霸二人组 重返现实世界 环环成功 为了彻底告别鬼怪 永强和小强一同 进行了封禁记忆 放掉了属于 自己的星体投射能力 影片最后 谢半仙带着两个徒弟 来到另一个 闹鬼的家庭驱魔 没想到 谢半仙在这里 发现了更可怕的存在 原来谢半仙也没死 啥玩意 我是牛叔